我們畫一個7.5的圓 那這個地方的話我們就這邊 8.75 8.75 Enter 接下來的話我們用偏移 偏移7.5 7.5Enter 直接偏移過來 偏移過來之後的話接下來我們要畫一條輔助線 這條輔助線是相切點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用相切點 切這個地方然後角度的部分 距離我們不知道 我們給它50左右 可以長不要短 角度的話呢是多少呢 因為是這個角度 所以是負多少呢45 因為45度往下 往右下的話是負的 負45 那這樣的話就可以產生一條輔助的線 那我們只知道說 這個地方要畫出一個什麼呢 10 這地方要畫出一個10的半徑 那也就是切 這個跟切這個 切切半 所以 繪圖裡面的圓 那個圓裡面有個叫切切半 有沒有 切這裡 切這裡 半徑多少 10 Enter 有沒有 再來我要往裡面 這條線就可以刪除了 再來這個部分要偏移 往裡面嘛 這一條線往裡面要 所以這地方的話我們就偏移 10 偏移多少 7.5 都是7.5 往裡面偏移 7.5 這樣的話就可以畫出一個圓 更正一下 剛剛那條 剛剛的那個線 還不能夠刪除 這條線先不要刪除 最後再刪除 偏移7.5 把這個地方偏移過來 再來這個地方要有一個圓對不對 然後他說半徑是3.75 3.75 所以我們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可以直接從這個地方用兩點的方式 圓 兩點 然後呢第一點就是這個焦點 第二點就是哪裡呢 它的切點 這個地方有相切點 相切點 點一下 好 那你想 欸為什麼這個地方是3.75 你可以標註 標註它的半徑看看 點一下 有沒有發現 剛好3.75 就是這個地方我們會 比較特殊的地方 就剛好3.75 那這個輔助線就可以把它刪掉了 刪掉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 把不需要的部分 不需要的線段把它刪除 那你會發現這個地方 應該是怎麼走 有沒有這個地方喔 是這樣子圓管有沒有 所以這邊我們到 可以修剪 把不需要的線段先刪掉好了 到哪裡呢 這邊 這個地方不需要 然後這邊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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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這個形狀出來了 然後這邊 這個還可以往上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下面的部分 再來往上 往上多少 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